随着疫情的扩散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防疫中出现的问题 不少针对中国的抹黑攻击言论开始在国际舆论场出现 中国如果要反击就必须添补语言的劣势 必须要找到一款能够在国际上传播的有效的产品 替中国发声 所以我创作了白宫粉刷酱这张作品 画面里面的两个人物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我就不跟大家去介绍了 他们其中的一位正在把房间中的新冠病毒刷成红色 并且贴上五角星 而左边的这一位正在催促说快点 我这边快要控制不住了 他们正在面对着媒体的镜头 这正是当时一些美西方政客不遗余力的丑化中国 编造谎言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 除了对抗性的这种漆漏和讽刺之外 我们还需要提供建设性的视角 需要展现中国的方案 比如在疫情防控上 我创作了这一张叫做群体免疫 这张话反映的是 西方国家在这场疫情的初期 普遍存在这种消极的态度和不作为的态度 甚至抛出了群体免疫 相较而言 我又创作了另外一张 这张披甲展现了我国 仅仅依靠人民 牢牢团结人民 世事为了人民的根本思想 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在国家遭受诋毁和污蔑的时候 我会义愤天鹰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 我会兴高采烈 我表达这些情感的方式 就是用我的画笔用我的创作去进行表达 所以我会继续创作出更多表达我们共同朴素情感的作品